Coco早餐 Coco's BIT 8点12分25秒 昨天台湾的媒体 出现了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金融界的消息 这就是国宝跟幸福人寿 被接管 那他后来也有非常多的 重大的讨论 我们今天就特别请到了 金管会的主委 曾明宗曾主委 来跟大家说明 国宝跟幸福人寿 被接管的一些 这个业界的相关的问题之外 他还引起了我们的社会里面 非常重大的一些反弹 批评跟疑虑 那这个也请曾主委一并 来帮大家来做一个解说 主委长 客户姐好 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 早 我记得你刚接任 金管会主委的时候 来我们节目过也 没错没错 很快一年了 你才做一年呢 是 真的我们国家真是国事如麻 我觉得你好像做很久了 做很多事 而且你一做以后 为什么我们股市就真的跑到9500点了 股市的上市上 你上任的时候好像还没有 8108 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 是 你上任的时候8108 然后在你任内已经到了9500点 对最高到9569 你不觉得你自己是因为你的关系吗 我相信部分是上市上规 这段期间基本面相当不错 可是你采取很多措施啊 没有错我们采取很多措施让量扩大 让整个资本市场的交易技能能够充分发挥 所以我们也有努力 也谢谢大家的帮忙 有 那江院长有赞美你吗 大家我们同仁都很努力 谢谢长官的支持 总统有赞美你吗 我们的长官都很支持我们的相关的政策 你的意思是确实有赞美过 长官都知道我们做了哪些事 真的啊 而且给我们很多的指教跟支持 好8108到95 这个 9569 9569 哇 你就是9569那个主委 好 可是你昨天这个消息公布之后 我看到很多政论节目 骂得臭头 很多人很多疑虑 所以要开始回到这个国宝跟人幸福人寿了 先请教这个主委 你在做这个决定之前 有哪些心灵挣扎 第二 做这个决定之前 院长应该充分理解吧 其实媒体的报道 昨天基本上主流的媒体应该是正面大于负面 那像今天经济日报的社论还强力支持 那做这个决定 基本上 这是很重大决定的 当然 但是为什么要做张 一天同时 接管两家保险公司 主要的目的是要依法保障保护的权益 要维护金融秩序及社会安定 最重要的目的是这样子 问题是说 昨天的一出来 当然就说 专业的媒体 不只联合中时 还有工商经济 从昨天开始到今天 经济日报还有社论都支持 因为他们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一般的民众一看到就会批评政府 说为什么要全民买单 这个幸福人寿跟国宝 人寿他们的总监室 里面一定有人乱A钱乱搞钱 那他们把钱掏空了 然后现在这个留下烂摊子 又要我们全民来负责 而且还要500多亿 那这个反应跟这个的不平之名 难道不合理吗 主委 其实台湾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是一个成熟的社会 那大家有不同意见 我们谢谢他们的指教 那接了这两家之后 到底要赔付多少金额 目前正在做精算 那基本上我们也会采行 相关的行政宽容 行政的优因 来降低赔付的金额 比如说在这两家 标过去标出去的 他的国外的投资额度 或者他这个把证金的提存的情况 或者是其他的相关措施 或者还有来标的 来标的保险公司 我们都会给他行政上的诱因 给他行政上的诱因之后呢 就少赔付钱 我相信可以赔付比较少的金额 可是我主委 我想可能很多的一般的听众 我们用比较白的话的语言 就是说 国保跟幸福人寿被接管 现在是安定基金先接管 要把它正常化 因为他赔太多钱了 那将来我们要标售出去 那标售出去谁来买呢 拜托拜托 你们出钱叫我付出 是我付钱 拜托他们来买 我讲白话一点 然后要我付的越少的钱的 我就把国保跟幸福人寿卖给他 那现在到底我们国家要付多少钱呢 最少是多少钱 你刚刚说有一些行政诱因 什么就把它当钱一样 就是国家付的钱要越少越好 没错 那最少是多少 那最少因为初步还要去易估 所以我真的没办法说出最少多少钱 昨天有一些人评估大概要五百亿 我相信这个资料是不正确的 那这个钱从哪里来 有两个来源 第一个就是保险安定基金 那保险安定基金呢 就像是从业者叫来的 就是易估要处理问题 保险公司的钱 就是以前的保险公司 他们提存的钱来处理保险公司 就像我们健保一样 生病了就有健保 这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 盈利税百分之二里面 有提拨一部分 可以来处理问题 金融机构 包括问题保险机构的 这两方面的钱 那另外特别报告了 就是说 我们也昨天呢 前天在接管之后了 我们已经 移请检调 第一个对董先生 宣布出境 第二个禁止他财产的移转 第三个我们会进一步来追偿 他的民事 赔偿责任 还有他刑事该负的责任 我们都会确实来执行 好的 曾主委刚刚讲到重点了 就一般民众所关心 当然对保护来讲 国保跟幸福人寿的保护 要保护他们的权益 保护这些已经交了很多钱的人 他现在希望他的权益不要受损 这是你们之所以接管的原因 那第二个就是 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全民买单呢 钱从哪里来呢 曾主委说 钱就是安定基金 保险安定基金 跟刚刚通过法律的 银行业的营业税 2%增加到5% 其中一部分提拨 原来那个2%的部分 原来2%拿来 帮助做安定基金 那第三就是那些 A钱的掏空这些公司的 董监士会依法来追溯 你怎么有把握 我觉得这个蛮困难的 现在这两家负责人 你们都在掌控当中吗 那个董监士们 你确定没有跑掉 跑掉一个怎么办 你不要负责 不会我们已经禁止他出境 主要负责很多还在台湾 你确定 郑文聪跟叶佳英 确定都禁止他出境 大股东 是那另外他的财产 现在禁止移转 检调也正在清查 他的民事 我们会跟法院提起 民事跟刑事的追查的责任 主委这个 你们金管会里面 很多人应该跟邓文聪 这个叶佳英 还有他们几个大股东 什么诸国荣先生等等 都很熟嘛 尤其邓文聪后面 你知道他的网页宣传上面 有王静平 有乌伯雄 这些人帮他来推荐幸福人寿 你怎么敢做这个决定 这个人的人脉很充沛 他跟中国大陆也很好 很多人很怀疑 你动得了他们吗 没有问题 其实台湾是一个法治的社会 我们是依法执行 勾全力 没有问题 我们可以充分执行 当然我们在执行的过程当中 要依法行政 但是一决定 接管之后 我们就强力来执行 什么时候决定的 你们筹备了多久 不瞒您说 因为筹这个东西是 非常的有一些细节 我们至少准备了已经半年了 你说你半年以前 你就开始要着手接管 是 我们就研究 其实最早的时候 其实我本来在过历年间 我曾经一度就想要接管这两家保险公司 你说过了农历年 农历年的时候 那就差不多半年前 那时候已经准备接管 但是后来保险法又有一些修正 又定了一些更严格的条件 所以我们就delayed了一段时间 我要问一些比较政治性的问题 因为你要接管一家人寿保险公司 同时接管两家 而且这两个人 平良心讲也不是简单人物 中间没有政治考量吗 主委像做这种决定 平良心讲 你在事前要不要给你的长官 做一些政治上的正负面效益的分析 中间你有碰到障碍吗 想要接受他们 有没有政治性的障碍 没有任何的障碍 因为我在执行经管会的相关业务 相关的业务 长官都非常的授权 你有报告 这个是我们权责范围内的事情 所以长官也非常支持 我们可以充分来执行 你的意思说这半年当中 你都不怕有正负面的 就特别是正负面的政治上的冲击 基本上有些需要沟通的 我们会去沟通 但是当我们政策上一决定了 我们就会把这个 我们为了保障 保护的权益 那依法来行政 我们就依法来强力执行 邓文聪跟叶佳音等人 从朱国荣这些人 应该你都很熟吧 有一些我不认识 有一些我不认识 您提到了三个人 那有一些我真的不认识 有一些没见过 就三个人 那有一个你认识 我现在想了 就我们就 但无所谓 对没错 依法强力执行公权力 这半年当中 所以你的意思 半年前你要决定要接管 幸福跟国马人寿的时候 经过半年的努力 没有任何的阻力 谈不上阻力 因为当然这段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但是我们沟通之后 我们就强力执行 没有来自民意代表的压力 我在想这个 没有特别说买个民意代表 来谈这个事 但是有时候他们会受到 这个大媒体的怀念后等等 我们不会 我们会重复跟他们说明 就是你确实有收到压力 但是你都把它抵挡回去了 你的意思 没有特别的压力 我特别讲 真的没有特别的压力 当事人没有其他的反弹 或者他们一定要求说 我们来改善 他们也这样说 而且这个昨天报纸 他们觉得他们自己也 牙口无言 很冤枉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 外界会提到 说为什么有delay一段时间 第一个就是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接管 他一定要符合法令规定 法令的规定跟条件 这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我们也因为强力接管 这个是我个人最不愿意看到的手段 因为你要用公帑来弥补 所以我们也希望让业者可以自救 那自救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大股东看看能不能挨注新的资金进来 那假设大股东没有办法 一直他财力不够的话 他不愿意进一步投资的话 我们也希望他引资 从外界引进策略性的投资者进来 所以我们也给他一段时间去努力 所以外界有说 我们是不是时间有delay 但是其实这个要有法定要件构成 那第二个就是必须给业者一些自救的机会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已经给他足够时间自救了 他没有办法救 而且没有诚心救 那我只好强力接管 人治意境的意思 那他们难道半年来 他们没有丰生吗 那半年来他就早就脱产了 他也知道你要接管他了 你怎么保证他们没有把钱都脱管走了 现在那你确定 这几个人现在还在台湾 你的消息是他们还没有跑人 百分百 那我不好意思 人家听会说 搞不好明天他就在大陆出现了 你就抓不到他了 又跑美国 以前谁呀 王佑正不是这个样子吗 对不对 那你确定他的财产 没有在这半年当中被脱产吗 基本上是这样的 因为假设这两家公司的部分 我们是早在一年前 就有派两个人进驻 控管他的资金了 所以你说就说在半年前讨论 决定要接管他们的一年前 就已经进去了 好 诸位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您才做了一年的金管会诸位 对不对 可是这个案子 国宝幸福人寿出事情 不是一年前 是 八年前 第一时间 是不是这样 是吗 没有错 国宝人寿他付的时候是民国95年 幸福人寿他禁止付的是民国94年 你看都20052006年 那也就是说他们已经七八年了 那为什么以前的金管会不处理呢 以前金管会主委不需要负责任吗 因为过去刚刚讲了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接接 这是强力的措施 所以第二要构成法律的要件 第二要有经费的来源 所以我们也记取这个教训 所以金管会下个礼拜 就会通过修正保险法的修正草案 我要把这个修正草案送进行政院 那很快会送到立法院去 我们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措施 叫立即纠正措施 也就立即接管措施 当这个保险公司还在正值的部分 还在有价值的时候 我们就强力接管 那接管的结果就不需要用政府的钱来填补 另外就是他有价值的时候 也可以引进民间的资金 乐意来接收这一家 还净值还是正的保险公司 所以这个法案 我们下礼拜 我们内部会议通过之后 就可以送行政院 那行政院很快就可以送立法院 所以我的希望 用政府的公堂来接收问题保险公司 这个是最后一次了 这就是为什么你这样讲的缘故 要不要再说明一下 就是说保险法里面有一个立即的 这个处断的一个措施的法条 这个法条是在第几条里面 现在没有 我要把它修 你要下进去 那这个希望立法院能够通过 这就是可以弥补 现在大家说我们人民血汗钱 去帮忙的缘故 这个是你们比较负责任的做法 可是主委 我等一下进广告之后 还是要请教您 你看高雄的那个融化的那个使馆 那个那个秉析馆破了 大家要追究当时的放管子的人 那就叫做吴敦毅 什么什么吴鸿谋啊 什么都有啊 以前的市长啊 什么局长 那你现在国保幸福人寿 要人民的钱接管 然后以这历练来的 这个历届的金管会主委 不需要负责吗 他们为什么没想到呢 这个问题合不合理吗 主委 我现在答吧 我请教您合不合理啊 等一下您这个 带我们回顾一下 有哪些金管会主委 你的前任是陈豫章 可是他好像不止你的前任 在谁的任内发生这样的事情 没有处理 难道是法条不周延就可以解决吗 为什么不去追究 我们如果追究会不会太残忍啊 我们等一下请教曾主委 金管会的曾主委 在我们节目现场 欢迎收听 coco早餐 好我们8点33分15秒 马上回来 金管会主委 曾明宗 曾主委在现场 曾明宗主委 他其实这一年的任内 做了非常多的事情 特别是股市的一些开放措施 刚才提到了 他上任的时候是8108点 现在最高的时候 目前是9200多点 最高是9569点 这个 这不只是指数 就是说 曾主委确实被人家认为 是比较有开明的措施 而且有担当 这个我听到很多人讲 所以有表现的隔员 我们也应该肯定努力 对不对 谢谢 谢谢 我们继续努力 你看到张家住等人的下场 有没有兔死胡贝 那种感觉 其实 你有没有被羞辱过 那几天 媒体访问我 我都讲了一句话 都希望他留下来 一起打拼 我真的是希望 台湾的社会 不要只有立场 没有社会 这样台湾永远不会进步 所以你的事情 没有受影响 我心情不受影响 那好 高雄气爆 这么大的事情的时候 还推出国保幸福人寿的 这个接管 你们在这个实际选择上 前天下午晚间宣布 是有特殊考量吗 没有 完全是专业上的认定 没有算命这样 没有没有没有 就不用算命 好 这个就要接管 两家这个保险公司 这是多大的事 保护五十几万户 那现在他们要安心 那国家要吐钱出来 这个会被 吐钱其实有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是安定基金 那个是保险业者缴的钱 那另外一部分是 营业税百分之二的部分 没有错 银行的营业税 五月的时候已经通过 这是张胜和部长 这个 当然这是回到一个 正常的税率 那那个百分之二 拿来做安定基金 对不对 你的意思 这是不是人民的钱 是银行的钱 那也不是 因为前面那一部分 前部分就保险安定基金的部分 那个不是 那是业者缴的 那百分之二 营业税的部分没有错 这是人民的钱 人民的钱 我问你 昨天早上其实我看到 我也会想说 哇 我们高雄重建十九亿 行政员都压压 GY一直不给 不给 嫌钱太多什么的 那这个还嫌他们只有 A4 A4的公文 一张两张 吐来吐去 那要接这个国保 跟幸福人寿 一下就要将近五百亿吧 对不对 那很多人就会说 那我们人民不值钱啊 你为什么要去替这些 人寿保险公司 去扛这个 这个大钱坑 然后这些坏蛋 搞不好 也无法神之于法 我就想在讨讨论一件事情 不要先意识立场 因为把这个事情的本质 先把它厘清 比如说高雄的 这个救灾的钱 基本上现行的政府的制度 相当健全 比如说高雄市政府 他有编救灾的准备金 那当然他因为有灾变 他的相关的准备金 要先行自用 那第二个不够的话 其实行政院也一再充分对外说明 假设他的救灾的准备金 不够用的话 行政院会居于政府一体的原则之下 充分跟他自应 我在想外界是不是有不同的误解 基本上他是以救灾的经费 他有一套非常完整的机制在运作 也就是高地方政府 先用他的第二准备金 准备金不够 可以报到行政院去 那其实行政院也一再对外说明 他不够的部分 全力跟他协助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两回事 两种政府的政策的执行 保护人民的 同样也在保护人民 没错 其实是保护保护嘛 没错 保护人寿保险公司的保护 好这个要说清楚的 那当然其实在情感上面 大家都希望每一个人民 都是可以安和努力的 没错 现在回过头来 其实我想政治上大家两个看法 一个就是那些国保跟幸福人寿 他们八年前开始不好好做 不好好经营 然后中间还去标售人家的大楼等等 那八年来 他们做了那些坏事 究竟能不能惩罚他 究竟能不能追讨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官员要不要负责 所以您刚才说 已经移送检掉什么 我们没看到动作 你说他们现在还在国内 那什么时候可以把他们抓起来呢 然后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呢 他们到底做了哪些坏事呢 这个可以请教一下曾主委吗 像我这样报上讲的这几个重要的人物 我们现在有实际的证据证明他们 无鬼搬运了什么吗 两个事情 第一个就是它涉及到刑事的部分 刑事是哪些 刑事背信的部分 这两家公司的负责人 我们在找在背信的部分 我们已经今年三四月间 就已经移送给检掉 在做相关的处理 这第一点 第二点那是个案的部分 那这一次接管之后 还会全面做更详细的清查 所以它有关的刑事责任 检掉已经在处理 他们掏空公司有总共掏空多少钱 目前有具体数字 那个金额其实是不是有 那一部分还要进行办理清 但是我们有相关的证据显示 必须移解检掉 我们早就已了 所以主委您再强调一次 你们哪个金管会所收集到的证据 你有充分的信心 是可以法令追溯 这个惩治到这个不法的 五轨搬运的这个两家人寿保险公司的 董监事负责任 没有错 所以我们已经移送给检掉了 那这次三四夜间移了一次 另外就是我们昨天又全面的 又把全面的相关这些全部的资料 也会一并移给检掉 去做进入部来清查 我们配合检掉来强力清查 这些董监事的不法的行为 这是有关刑事 那民事的部分我们也会提出诉讼 来追求追查他们的财产 那现在已经限制已转 会来追查他民事的责任 你是送到北检吗 调查局吗 是是是 送哪里我们就 没有错 我们已经送给检掉 所以希望检掉能够快快的行动 没问题 是 这两天不行动 他们不是把所有证据都给毁灭掉了 我们现在接管之后 两家公司都在我们掌控之内 所以你不担心 没有这个问题 证据被那个 没有问题 有强烈的信心 这个没有问题 好 那免得这个过去 国华人寿算是接管了八百多亿 这个我看相关的人也都还吃香喝辣吧 这个哎呀 好了 这个跟曾主委无关 曾主委有信心 他这个做了这个重大决定 那今天经济日报的社论也说 这是果断的决定 可是你也要跟人民说清楚 那你第二 你说以后再也不用公帕去接收 这个保险公司了 因为你们推出了一个立即纠正措施的 保险法的修正条 没错 这个立即纠正措施 简单讲叫做立即接管措施 那我们下礼拜 我们接管会 业务会报通过之后 就可以送行政院 那所谓立即接管措施 就是当这家保险公司 还没有亏空到负的时候 大概禁职 大概在证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接管 那第一个 这个恐怕九月立法院开议之后 你会希望什么时候就完成那个 我们希望协调 我们会充分跟各位立法委员说明 我们希望能够尽快 我看这个大概要越快越好 当然 这个王院长或是来立委员 这个没什么意思形态的问题了 没错 他有必要 是有必要 不会有利益团体的压力吧 应该不会 应该不会 就是这个就是说 因为我们把这些烂的比较不好 都收拾起来了 那这个法 这个修这个法就比较容易通过 在你们修法的这个过程当中 应该还有好几家什么 你们昨天也列出几家 人送保险公司啊 这个经营不散的 这个我看他们有讨论过 但是基本上他们 从现在的资讯 还有他们现在财务情况来看 他是可以自救成功 你说这三家 OK的 没有问题 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 我看不要讲出哪几家 这不能讲吗 最好不要 因为我们也怕影响这个 他的这个稳定经营 哦 好吧 你说不要讲 我也怕被你罚 我虽然不是那个 谢谢 昨天有很多人的已经讨论过了 其实也是剩余的几家人 保险公司啦 你认为他们现在正要 已经叫他们自救 对 你现在法令要修正了 就是告诉他们 你们不自救 没错 你就死路一条 没错 我政府不花钱的 没错 好吧 那那些经管会主委 在你之前的经管会主委 发现事情都不做事的 我列名单给大家听 龚兆盛 吕东英 施俊吉 胡胜正 陈述 陈冲 陈玉章 怎么都不做事 其实我历届的主委 也都很认真在做事 我要特别说明 但是因为在接管 问题办法公司 有两个要件 第一个法律要件要成就 第二个要有经费来源 那比如说陈全主委 已经接了国华人寿 那当时的经费 已经不够了 所以他也没有余力去进一步 接管这另外这两家 那为什么不修法呢 你都想到要修法呀 那为什么其他经管会主委 不会修法呢 但是我在想当时 有他的当时时空背景 我觉得我接任之后 我觉得有必要强力 尽早来处理这两家 所以我们就前天就把他接收了 你又当然因为 因为营业税的 这个银行业的营业税 把他提高了吗 你说有钱了 以前没有钱还要借钱 地息少一点点 对 我的意思就是 这样相对起来 我不是讲 这样相对起来 曾主委你比较有解决的方法 那你的前任 你也不好意思批评 可是他们要负一些政治责任吧 其实他们在做经理上面 其实也很专业 也很努力 也很用力 也很用心 还是需要检讨吧 是是 我们尽管会有需要检讨 我们谢谢大家 我说你前任主委的 你前任主委不需要检讨吧 谢谢大家的指教 我觉得这几位前任主委 搞不好监察院 也应该问一问吧 陈玉璋做好久 陈冲做了也蛮久的 我们这个国家 这个八年来 为什么我们会现在花这么多钱 将近五百亿 去救国华 跟国宝 跟幸福人寿 就是因为这八年来 今晚会主委不做事 我可以这样讲吗 其实我可以做修正 其实不是不做事 他们也做了很多事 但是因为接管 这个是最万不得已的手段 那为什么你敢做 他们不能做呢 那过去总是希望他们 第一个法力要建要成就 第二个要有经费 第三个希望给他有自救的空间 但是不管怎样 男子一刚 郑主委你这样子也很糟糕 你做这事会显得前面这几位主委都不做事 他们会恨你 不会他们也做很多事 那只是在任内 有时候他的决策的优先顺序不一样 其实我对他们过去做了很多事 我常常讲我们在今年7月1号 刚好今晚会成立满十年 2004年7月1号成立的 对 那一天特别选了李宗盛的一首歌 叫三秋 来跟我们的同仁一起勉励 因为其实过去主委带过所有同仁 走过不同的三秋 所以你的意思 这样就十年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很多人的批评 其实都是我前面问的这些问题 为什么拿国家钱 你让他倒了吗 为什么不让他倒闭 让他清算就好了 保护给三折 为什么不能这样 为什么要救他 用政府的钱来处理问题 金融机构 我相信国外也这样做 但是为什么 假设我们不能用政府 一部分政府的钱来处理的话 那比如说像国保或者是幸福人寿的保护 那他过去付出去的这个投资变成归零 我相信台湾的社会还没有成熟到这个程度 可以接受这种情况 你觉得会造成另一波社会问题 当然 社会的稳定 金融的稳定 我相信都是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昨天正是安定基金接收之后 接管之后 状况还算平顺吗 其他人寿保险公司去挖保护等等的 比较负面的情况有出现吗 没有出现 昨天其实很稳定 真正来解约的 大概国保跟信物加起来 大概不到20件 那金额不到1000万 整个相当稳定 所以大概多久的时间可以接管到标售成功 到这个新的经营者 这个完成经营的这个交接的状态 有多久时间 我们预估六个月到九个月可以完成 你有信心 是 要付多少钱 现在还不知道 我不确定 但是尽量要压低 没错 好 曾主委最大的好处就是 很坦白 只有对前几人 金管会主委责任的追究 他比较 比较保守一点 不过 我看你的意思也是 金管会其实要负点责任吧 我们同等都很努力了 我们假设有地方做的不够 我们继续努力 你的意思 你也愿意接受检讨吗 是 立刻回来 这个幸福人寿跟国保人寿的被常立接管 这个是大事 这个如果发生在二三十年前 那简直是 台湾金融界会大地震的 但是这一次处理的这么平顺 恐怕跟我们过去的经验 跟金管会比较这个有利点 还是有关系的 立刻回来 曾主委提到了 这个要送到立法院一个 立即纠正措施 就立即接管的一个法令的修正 也希望立法院能够快快通过 所以他才有信心说 这是最后两家 由政府接收的保险公司 银行已经有相关的法令了 没错 好 您所收听的是Coco早餐 我们请到的是 曾明宗曾主委 8108到9569的主委 是 我们继续回到Coco早餐节目 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玉寇 时间是8点52分31秒 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曾明宗金管会主委 在现场说明国宝 跟幸福人寿被接管的状态 金管会是很有魄力 可是也受到一些批评 就是为什么拿人民的钱去买单 而且让这些坏蛋去A钱 邓文聪特别 幸福人寿以前是国民党的 现在他接了 到底幸福人寿里面 有没有中资 目前了解没有 没有 完全所以这里面的钞票 没有跟中国大陆的投资者有关 所以在处理幸福 跟国家人寿的时候 也没有一些 跟两岸有关的压力 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压力 我主要是因为市场上有传说 说邓文聪在大陆的关系非常好 所以要处理邓文聪这样的人 也不会影响两岸关系 不会 不会 好 节目最后要请教您股市的 刚才这个主委特别提到 就是说要通过一个保险法的修正 要立即的接管 然后在这之前 希望能够自救的几家 现在市场上传言是有三家吗 那你觉得这三家都还差不多了 这三家因为过去 经过今晚会的强力辅导 那这三家基本上没有问题 好 有一家还是集团 而且集团最近还很麻烦 那可是主委说 还有信心 对 当然因为股市要开盘了 我问你股票的事情 其实不太不太恰当 可是难得有机会 因为最近有一支生化生计股 很可怕 他从20块到500块 他最近跌了16支跌停板 我看到各个的周刊都在报道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是一个 本梦比的问题 还是假财报的问题 基本上我不合适 我知道 对个股去表示意见 我们也今天不能讲这个 对 那基本上相关的股票 假设交易有异常 那有异常的情况 依照证交所跟贵马中心的机制 会先警示 警示三次以后 就会假设继续标 或者是不正常交易的话 会变成储置股票 所谓储置股票 必须款件要用现款 现货来交割 那看看能不能把它炒作的情况 把它冷却下来 那至于 这支股票最近被讨论成这样子 这是一支 这个医药的生化股 那它号称是可以治疗肝癌 去年是被炒得很大 大家都晓得 那是这支股票 那那个 它从20块炒到500块 那很多报 现在新新闻跟昨天的一周刊都写了 很多周十户进去炒 现在都开始要破产了 什么又这个要被断头了 它不会形成什么其他的危机吗 您注意到了吗 这个 它连叠了16根 这个 跌停板 这个是跟我们的机制 是不是也有关啊 我们的涨跌幅有限制等等 这些难道不是一个 检讨的机会吗 没有错 其实这家 某一个类股 它有受到警示 也被视为此住股票 对 那相关的部分 它是不是有异常 是不是要移送法办等等 我们都有在监控当中 现在正在监控 这支股票 那它到底 它是因为炒作的关系呢 还是因为 这种股票 因为本来医药股就是要十几年二十年的一个股票 它是 还是因为它的财报有问题 这里面有人祸 有人谋不张等等 今晚会都会继续的追踪 其实现在的我们有一个叫监视机制 我知道 假设它的买卖情况有异常 或者财报有异常 我们都会透过这个监视机制去掌控 那掌控结果 假设是有发现来自某一方面的交易有异常 我们会进一步追查 想要资金流向等等 会有后续的相关强制作用 好 所以真正的有真正的炒作 或是真正的打压 你的意思也要小心一点 你们都有资讯在受伤 没错 好 这个我们的股市现在算健康吗 现在我觉得非常的审慎乐观 我所谓审慎乐观是审慎之中有乐观 但乐观中必须审慎 所谓审慎乐观 因为乐观的部分 因为基本上上次上规的基本面相当不错 那要审慎的部分 因为其实投资任何的产品 金融产品包括股市 当然也有一定的风险 所以在乐观中必须持有审慎的态度 我只剩20秒了 年底选举 你们会因为选举的关系 有做多的政策 让股市到一万点以上吗 不会 有政治人民吗 不会 没有 还是看基本面 当然 非常谢谢 谢谢曾主委 确实金融会的曾主委上任一年 做的掌声是比虚声多 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应该给我们格元鼓励 谢谢 谢谢您 我们也希望坏人神之以法 谢谢